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现在要来讨论一下贷款的市场了 请到的嘉宾他是资深贷款经济 Top 1 Investment负责人天爪锅 天爪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们来谈一谈这一个礼拜 也就是12月初11月底 所发生的经济的消息 比较值得大家重视的 就是11月份的南方费贷款 还有职业率 这个是一个大事情 还有就是在周末的意大利公投 然后再加上第三季度的GDP 又往上修正 好几年来都是大概在2% 或低于2% 结果调了的GDP是3.2 这是一个突破 第三季度的企业的报告也不错 然后ISVM也从54跳到57 种种迹象都显示 Kendra12月可能会升利息了 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Future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分析师 对于分析师和经济企业家 对未来的这个预测 我们达到98.7%的机会利 是联储机会在未来的这个 这段时间 在12月14号15号的这个决定 会增加利息 但现代市场的关注 并不是在于这个12月份加息 因为我们要知道 是早一段时间的这个时候 利息还没有涨之前 市场上普遍来讲 已经预期 12月份会加息了 后期这个涨 这市场上的认知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单止 12月份会加息 而且是导致了 明年的加息 从原来的预期 是两次的机会 两次的可能性 现在增加到三到四次 这是预测 这是预测 但是预测在今天的这个地期市场 他们基本上要反映出未来的这个 movement 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个 未来这个利息的这个倾向是说 市场的投资者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相信了 联储机在明年呢 会采取比今年更加鹰派的这种做法 嗯 好 那当然这个是已经把data given 它是这样子做预测 想在2015年的时候 也是预测2016年会增加三四次啊 结果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也不过就是增加一次 也就是隔了一年的12月再增加一次嘛 所以现在估计明年是增加三四次 可是我们看到自从川普上台以来 虽然还没有就任 但是elected以来 一个月之内 川普的fever完全没有消失 对对对对 他一当选十年公债的回收率就上涨了 影响到贷款的利息上涨了 从0.375%到0.5%甚至0.625左右 那如果明年继续增加下去 那这个连房地产市场贷款市场都会受伤很重 可能吗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Donald Trump当前的这个之后呢 市场的这个从早期的比较悲观 悲观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是在那段时间 是因为对Donald Trump的这个政策 没有市场没有足够重视 因为普遍来讲呢 我们认为在那个时候是90%以上的机会利市场呢 认为他是不可能当选的 在那个时候呢 我认为当初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分析家 或者市场的一些观察者呢 对Donald Trump的一些政策啊 或财经政策呢 没有足够的这个重视 所以我们才看到当选了这个之后 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后期大家为什么一个比较大幅度这个反弹呢 就是当大家再重新拿一个放大镜 看他这个政策的时候呢 发现他的税改 对那个企业来讲 还有对个人 对企业也 对个人来讲呢 其实我省下这个钱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对个人来讲 少几百块也是很好 对对对 但是也有一部分 但是呢 就是说 主要是对于那些超级富豪的 这个省的这个钱呢 会比较更可观一些 还有开公司的人 对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市场的聚焦 并不是在于这个个人的这个税改方面的好处 而是在于企业的这个税改 所以来对企业的这个好处的 比以前来讲明显要大得多 这企业的好处是在意呢 就是说他从企业税呢 降从35%降到15%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所看到呢 他也提出一个10% 从海外汇进这个赚的 美国的企业在海外赚的这个钱 汇到美国回来之后的10% 重现了35%降到10% 这些来讲呢 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呢 是大量这个企业在海外赚到这个钱呢 很大可能他们会将这个钱汇回来 那汇回来这个钱呢 可能用definite的形式啊 又或者可能是一个start by bay啊 等等的形式 某一定程度上来讲 他会刺激的这个股价的上涨 刺激经济 刺激的这个经济 刺激的股价的 像今天的股价这个上涨 所以但是问题是在这里 就是说因为呢 在以前我们节目中也提过 就是说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呢 就是说从企业的这个税收 大幅度减少的这个同时呢 John Trump也提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对infrastructure的大幅度的这个建设 也应该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 这是什么呀 开支预期大幅度上涨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税收可能会减少 那这个呢 就是意味着我们讲联邦政府 很可能有必要呢 去增加更 钱从哪里来呢 必须要挤债 那在挤债的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也预期GDP可能会进一步成长 那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有更高的这个就业率 那但是呢 这些更高的这个就业率呢 或者更 我们讲 必然会导致这个薪水会提高 薪水提高呢 导致生产成本上涨 然后就通货膨胀 然后通货膨胀 那所以我们看到通货膨胀 然后就加利息 那就要加利息了 所以利息有加 有加利息的这个必要性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 过去这段时间 这个利息这个上涨呢 基本上反映出去说 第一公债拍卖 大量的这个公债的 增加多的公债拍卖呢 导致这个公债这个价格会下跌 那利息上涨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再加通货膨胀 那意味着联储机呢 有加息的这个必要性 所以从原来的这个加息 明年的两次 增加到三次 最近这已经加到四次 那这个就是意味着 这通货膨胀 来临的这个时候 联储机有必要 通过加息的这个手段呢 去冷却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 今天的现象 Kendro 与此同时 人们对于这一波的利息的上涨 又快又猛又多 大家都心存畏惧 除了是买屋子的人 他不得不要fulfill 这个purchase contract里面 所有的due date 但是重新贷款 人家想说 哇已经比我现在付的贷款 一样或者更高了 他就有一点停顿 那您对于这些人 这些心态 还有在您的这些program里面 有没有一些可以值得 对大家推荐的 今天来讲呢 我们所看到的41万7以下呢 还是保持比较高 就是这两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那是在3.875 3.75到3.875 15年固定的41万7以下 最好的利息呢 是2.75到2.875 对不起 2.875到3.0 然后呢 除此之外 超过41万7以上的话呢 最好的这个利息 现在来讲 已经达到了 3.875的这个利息 到4.0的利息 15年固定的 最好的这个利息呢 是3.0到3.125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还有一个投资房子 10年固定 65万 不超过65万 最好的利息呢 在今天来讲 也涨了蛮多的 今天来讲 最好的这个利息 已经涨了3.75的利息 所以呢 是说 但是呢 将来来讲 可能是否也 有回落的空间 我们也不知道 好的 谢谢Kendra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Kendra 给我们带来贷款的 最新的情报 以及讯息 要贷款 请参考 Kendra 408-218-9760 今天晚上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 祝您圣诞佳节愉快 不要忘记 在24及30号 请收看我们两集的 佳节特别节目 祝您晚安 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